高举排斥 呼喊口号 诚询结队 尤其示威 美国飞机制造中心西雅图 吉布安宁 一波波罢工抗议潮 接连登场 航空巨头波音近期 麻烦事不断 不仅飞安危机连换报 就连公司内部也深陷危机 劳资双方谈判又再度破局 即将引爆大规模示威潮 波音日前才与工会谈妥临时协议 内容包括四年内加薪25%改善医疗保险和退休金 并承诺在华盛顿州生产下一款商用飞机 以保障西雅图劳工就业机会 不料近95%的员工依然投票拒绝协议条件 决定在美西时间13号动员3.3万人 发起16年以来首次的大型罢工 产品缺陷频频 工厂 濒临 停运 遭受多重打击的波音 势必商与受损 根据最新的消息 目的评级已将这家航空巨头 所有信用评级列入下调的观察名单中 事实上 波音目前评级已经是投资最低层级 若在降级 将直接跌入所谓的垃圾级范畴 信誉已落千丈 前景备受挑战 将进一步阻碍波音募集资金的能力 目的强调现阶段将持续地观察 波音737 MAX生产的情况 以及罢工对营运构成的风险 如果西雅图厂区停运超过一周时间 势必将为波音利润营收构成实质的影响 环宇新闻谢荣岳 纵红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